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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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的氛围都能达到那种舒适的感觉 所谓的买沙发送车 名副其实 但其实对于日产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还不止于其 你记得日产说的广告语吗 叫技术日产 人车生活 我刚刚体验的是生活那部分 但技术日产这块也是充满了精华 天赖作为一部主流的这种B级家用车 它有什么技术方面的一个特性 可以让大家记住我换到那个位置 慢慢告诉我 现在大家对于天赖的所有好的印象 都是一路延续下来的 并不是说这一台车型做得特别好 大家就有这种感觉 并不是这样的 这种口碟是一直延续的 还记得吗 东风日产 国产的第一代天赖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非常舒服的前后排 两个大沙发 我还记得那个车的设计很漂亮 中控台这个地方 特别有那种东方美学的感觉 还有发动机 那个VQ6的这个发动机 绝对是精彩的不行 极客排量3.5的最大的 我当时单位就有一部 超平顺 超有镜 各方面的感受都是极好的 所以一直以来 天赖给大家留下的好的印象 都是这样一脉相承 好了 到了新的天赖 大家希望记住这个车的什么 我想 这个POPILAC系统 会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卖点 可能又有人会抬杠了 这种辅助驾驶 并不是你天赖独家的 但我告诉你 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 据我所知 在那么多的日系企业里面 天赖或者说是日产品牌 研究的是最早的 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 叫安全屏障 我在他们日本的研发中心 那时候去看过 还是07年的时候 07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他们在研发这套系统 而09年的时候 就已经全面装备 在Infinity的车上面 就有了这套安全屏障系统 日厂当时做了很多的尝试 前后左右各方面 都有不同的摄像头去探测车辆 它企图做一个金钟罩 这种感觉 把这个车违避在一个 你看不见的这种保护圈里面 而它的油门 你加速加速 感觉又危险的时候 它油门还会这样勃起 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这种尝试 对于日产来讲 已经经历了十几年了 好了 我试到全新一代的天籁 它已经名字变成了POPILOT系统 其实整个操作 整个体验 都是跟时下 我认为是最好体验的那些车型 说实话差距并不会很大 但是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这十几年以来这种研发 那么多这种数据放在这个车上面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例如我去变现的时候 我去感知它在那种拥堵的情况下 或者在市区堵塞的情况下 高速公路这种车道保持的情况下 它的那种平顺度 它的那种预见性 我觉得都是很好 没有任何那种突兀 这些就是台下一分钟 台下三连工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你能做到平顺 并不是说你的软件设计的怎么样 没有更多这种数据支撑 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整套系统你听起来很复杂 但用起来也是极其的简单 方向盘上面就有像按钮 蓝色的一个小按钮 对 我还是很喜欢安全平荡这个名字 但是从这个按钮上面 这种就很清晰了 它一个圆圈 把这个车全部包围在一个 确保安全的范围之内 按下去以后 整套系统就可以激活了 而且才从这个仪表上面 前面 左面 左方 后方 以及右侧 各方面的这种车辆 有没有接近危险的状况 都可以很直观的显示 其实在硬件上面 这个车已经完全具备了 应该是更高级别的辅助驾驶 它都是能做到的 不过传统车企 你知道都是偏谨慎的 所以它目前开放了 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L2级别的 高速公路上 它能实现这种半辅助 半自动的这种驾驶 方向盘 这手搭在上面 它各方面都能自动去操作 而且尝试里面它也能做到 就是这个我是特别喜欢 下班的时候 我那种拥堵的路况下面 交给它 它跟随的功能 自动跟车的功能 它全部也都能做到 而且城市里面的行人 突然有一个行人冲出来 这些的预防工作 它也能实现 所以基本上也能达到那个效果 那句话叫什么说 叫人无我有 人有它好 好就可能好在日产 那么多年的研究 以及它的经验上面 可能已经有人说 这种辅助驾驶系统 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平平无奇 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事实上天籁交给大家 能让大家体验到的 是日产那么多年来的后机搏发 其实天籁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从原来的风度 到后来的天籁 从原来的VQ发动机 到现在的VC Turbo 从原来的安全屏障 到现在的ProPilot 日产做的每一个变化 都是实在的 但事实上他都走在了前面 都欢迎过来广州阳城晚报创业人 来参加我们的第三届 大家签论情怀车展 免票免费过来玩就好啊